热情跟台商握手 民进党中正万华立委参选吴佩奕 一早六点多到北农国菜市场 跟摊商们把甘情 吴贞跟林长佐也陪同 我们希望在明年我们整个年轻时代 可以更多的心血来注入国会 我跟吴贞在八年前的时候 就在这边早些开始的 然后佩奕开始选举的时候 一八年的时候 陆陆徐徐在 我们大概也来 我们连今年来发春典都是一起吧 林长佐立平交棒 中正万华这区 无配一批绿袍 青袍基层 无党籍于美人也积极备战 只剩国民党人选 选而未决 先前蓝营平劝禁 韩冰跟王浅秋被婉拒 人选始终无法确定 现在更传出 国民党似乎打算 要里让于美人参战 不提人选 我对他党的提名政策 我是没有角色可以评论 政党习惯就是操作说 你这个人选是不是在地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话 那为什么当初会有鸡排妹 会有寒冰 不评论里让说 更站稳非在地人立场 但这风声 遭让国民党内争取 提名的议员们很感冒 你之前呢 这个帮助林长佐 打败林玉芳 然后呢 上次市长选举的时候 你又协助这个黄珊珊 一定要赢奖万安 你怎么整合 里让于美人 等于就是成全无配意嘛 不会里让他 我们称他叫白皮绿骨 市长部的说法 好像八月底吧 就会有结果 蓝小鸡炮口一直对外 而国民党北线党部主委 黄吕锦茹 私下透露 里让于美人几率不大 只不过国民党 早在六月中 就做了初选民调 拖了两个月 人选却持续难产 每每传出的新战将 永远只闻 楼梯响 所以我黄欣诚 这款就等